早晨,大家好,今天10月20日,星期二得道,早晨,财经,我是主持道心 令数据变为机会让知识变为财富,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免责声明,以下提及的内容,仅作为讨论分析使用,不在为任何买买建议 投资推介,仅作参谋风险置付 都升了几天,回下都很正常,但这个港股回得比美股更多 美股方面先,美国债息再度升上去,所以美企也最新业绩 虽然理想带动,道指早段曾经倒升超过100点,但中段无以为计 道指是38点,收市跌幅收窄,去到100点左右 其实于美股来说,就叫做窄幅 道指低开84点之后,跌幅扩大了,随后反复倒升138点 高见30662,中段一道又转跌290点,挺反复的 低见30226,标普科技股为主的纳指,也都反复曾经跌1.441.67% 美股收市最后三大指数都是偏远的,道指跌99点,报30423 标普就报3695点,跌0.67%,纳指跌0.85%,报10680 中国概念股的金龙中国指数就急跌7.09% 欧洲股市就好淡真似,英法德都分别跌0.17,0.43,0.19% Tesla收市后业绩出炉,股价反复升0.84% 联合航空唱好第四季前景,股价升4.97% P&G业绩比预期好,即使调低全年收入都升0.93% 加德宝股价跌3.36%,跌幅最大道指成份股 摩根大通和美国运通分别跌1.96%和1.38% 高盛建议增持防守性股份,包括医疗护理,基本消费,电信服务,能源,内容消费品和服装股 同时都呼吁减持周期性股份,例如工业,原材料,汽车和媒体半导体股 理由就是美股现在尚未反映衰退对盈利股值的风险 花旗则认为美股反映经济衰退风险已经超过所有资产 反而美债反映的程度就低些 美国9月新屋动工减少8.1% 至于年率,年率是143.9万间 美国10年期债息一度秋升13.8个基点,高见4.136厘 美汇指数也升0.87%至113.1% 一元再创32年的新低 月每美元一度低见149.9跌0.45% 逼近150的重要心血关口 英国通胀创40年新高 内政大臣由于不当处理涉物文件而辞职 消息拖累英镑曾经跌1.21%至1.1185美元 欧罗区9月通胀中值加速到9.9% 略低预期10% 成立以来的新高 拖累欧罗都跌了1.03% 这个商品方面 纽约的现货金回软 美段跌1.41% 去到1629.1美元 另外 美国能源的咨询局EIA公布 当地上周原油库存减少172.5万桶 预期增加250万桶 每到二次 纽约旗油反弹3.29% 每桶收报85.55美元 布兰特旗油升2.64% 收报92.41美元 说回Tesla 季度收入 第三季度 经调整后美股盈利 1.05元 比起分析员的预测 1.01元 高 但期内收入 214.5亿元 就较预期 分析员的预期 220.9亿便低 公布之后 曾经跌过6% 收市微信 为何咬上去 恒指夜期 就收报16243点 低水268点 跌了268点 大家一样 那将较到16511 那将较到16511 就是昨天的恒指收了16511 低水又跌了 但是也有280点 那这陌日期 都是比较大波幅 反而夜期的时候 波幅和顺势 比日期更好一点 比较顺势 成交到21843张 那这个恒指 其实都是比较难成交的 但是呢 如果是总结构 疏所以 related to el4 114 但是呢 都isa 可说 昨天早前 9.45分 17940 一直 一直跌倒,但跌倒,在初段时间,通常大家跟开炒之后,在跌倒的初段是比较最难坐的 但当然高低位就是这样,一直跌到最后,跌到最后就是三点钟 三点钟就是最低位收视,又是低位收视,16223 换句话说,差不多940,7,7,8点,之前的升幅慢慢地每次跌倒,又跌倒低位 之前做的低位是16143,这个也是12-14日左右 现在又开始做了少少高台上去,是位是小 但万七都不到,现在跌回了 去到现在,最后收市最低位16223 这些就真是人生交叉点了 要么就对回去,破了这个前底16134 再加上每一部分便麻烦一点 那就会再升低了 就是阴阴阴阴阴,大家以前也没说过 又不见它有大成交,或者狠狠地跌 亦也没有狠狠地反弹 这些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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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如果是一些位置,也不要注目太大,或博一個單邊太多 見壺也可以密着吃住雞壺 如果行指錯,真的跌403 因為減辣就落空了 港股午後就更加跌幅抗大 最終接近全日低位收市,跌403點 夜期是最低位收市,即市貨 行指計16511收,全日成交速減到847億 科技指數跌4%,報3億6點 美團跌6%,阿里巴巴騰訊的油跌4% 施政報告提出退勒招稅吸引人財樓港大美油 其他樓市減勒措施地產股下午後普遍受壓 新鮮價跌7% 跌到六年低位,手銀機、行機跌3% 汽車股回,小朋友創新低,重挫10% 1211比亞迪都失手200元關口 金沙中國跌5%,新豪國際賭業股跌7% 永利跌7% 公佈月息之後的300元,港交所跌2% 所以大部份股都是糟糕的 昨日施政報告出了一個,我簡單說是港版淡馬石的概念 銀彈是有六百億之多的,講完整件事 設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其實我都估計它 當時我都想過,其實最能夠容易去動用到 即是我們辛辛苦苦,留住的錢的,你也知道 大陸有很多不同的不良資產 其實這次呢,真糟糕 亦都開了名義,大家都記得 過往我們建高鐵的,幾多反對都沒事 繼續,又不見了影的,那些之前都超資 究竟錢,為何會超資,可以去哪裡呢? 那大家都見到啦,弄這些不同的大白象工程 後面有沒有水卡,我就真的不知道了,我也不敢說 但是呢,漢在明也能懶女 那些什麼噴水池,那些工廁,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這次呢,繼續弄這些策略性 什麼創貨基金,大灣區投資基金,香港增長組合 那麽,也都這個,考量明目啦 那當然,最後弄完這件事,弄這個港版大馬石 那麽,其實新加坡,新加坡大馬石 和我們都可以,這個,大家的管理質素的 那麽,大家知道呢,這個舉腳,已經是投了票啦 那我們的管理質素,是可以的時候 就不用那些東西,一路一路走在新加坡 就是不信嘛,不信,就是你說呢,打流打鼓都沒用的 那麽,所以搞完這件事,那麽,現在說六百億 那麽,那麽,就不斷地,那麽,考量明目又堆下去了 那麽,那麽,不斷地有不同的 topic 那麽,所以呢,這次,我們都找到一個位置,可以 那麽,這個中國,那麽,大把,多多都有啊 那麽,想來買不同的資產,或者想要不同的項目 那麽,那麽,那麽,這麽,香港人,應該都算了吧 那麽,那麽,大家都,都可以做些什麽了,現在,是不是 好了,講完這麽灰心的消息了 那麽,這個港股啊,加上,都不知是否都這個 雪村鳥,這個,下五大戶啊,或者大戶散戶都都心淡了 所以,這個指數呢,那麽,真是這個,這個沒有底息,那麽又堆下去了 那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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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原來,美國聖路易斯聯儲銀行總裁布拉德 那麽,就強調這個,啊,通脹呢,持續就攀升 那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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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那麽,那麽,那麽, Champion,那麽,那麽 呢,這個 grasses,這麽,那麽,那個那個半jem的,那麽 那麽麽,那麽,那麽 laps,那麽,那就明一點,呢 那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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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麽,那麽,那麽,那麽那麽 相对现在港股硬,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我看到个Facebook的post 沈大师又再提醒美股弱,港股就强 现在刚刚出来,完全反应倒转了,沈大师真是好事 我在涂申炒股今天试一试找回D100这个沈大师这么简单明亮的清晰讯息 真是准备了,真是有大师无穷人 另外卡杂卡利,明尼亚波利斯联储银行总裁 卡杂卡利表示美国通胀未见有见顶的迹象,就业市场需求依然强劲 所以他仍然说出席网上看不到估论地区就业市场有放缓 所以美国即使整体通胀可能升至顶峰 但核心通胀仍然是严重的,因为暂时看不到有见顶的迹象 其实美国虽然那个集市场就紧张,但核心通胀就未见顶的 大家都知道,恒指其实我每天定立的目标在香港市场 希望做到100点,如果在美股市场的 其实美股的集中都是罗素2000多的,罗素2000我通常都是定立的 每天有10点目标,那10点的概念呢 基本上10点可以,你以为1点是美金78元左右 那便78元,那如果你能够做到10点,即780元 如果你买一张的话,那一张玩具话说 但你的成本都是700多元左右,5至1倍 那当然买10张便赚7000多元,所以这就是让我一倍的价钱 那个利润的幅度 那如果你买港旗的话呢,那港旗的约望呢 其实上次也说过了,那如果相对,我说全部的IG市场里面 那如果港旗里说呢,如果一张小旗 一张小旗算吧,每1点10元的话呢 那其实你要做到500点的升幅呢,你才赚到5000元的嘛 那5000元呢,如果一张小旗来说的 那在这个,说错了,不应该是500点,说300点 300点,即是执3000元左右 那其实一张小旗左右,2600至2800左右 那接着按针不同 那如果,那换句话,所以如果买港股呢 你要执300点,才等同这个买螺素2010点的 那所以螺素2000的杠杠比你很大 那一踢一踢,那三点来说的,已经等于这个港旗100点 港旗100点不容易的,如果日头的市场呢 是比较难去坐到的,但是相反 这个螺素2000呢,就很快的,可能会达标的 那一个开始,踢踢,但是当然呢 真的要惯性在市场里面打惯机呢,反应快才行 那才做到这种呢,这个是,按两刻铁就可以一桶金 但是当然呢,水能轻周仍然福周,如果按错边 就瞬间一按那键就输几千,是吧? 那是的,所以这个呢,就真的要考反应和考经验的 这个为什么会突然讲这些资料呢? 因为网友就问起我,那为什么经常都讲 在这个Facebook里面都讲螺素2000,那是螺素2000呢? 因为打惯机呢,因为我的时间性呢 就比较不想躺在市场那么久 所以呢,通常聚集于一两点的比较敏感时间 和开市,开市前后啊,或者一些容易走变的 昨天有幸地啦,那其实昨天讲故事都麻烦地 一百点我答不了,我都原本有的,都输了 输了回去,只剩二十三十点的利润,那都算了 那也都不玩了,因为呢,肺子糾纏 那不是由头到尾吗? 那就是,初段时间跌得不好的 那它呢,是下午才开始来你家 甚至夜期才来,那有些时间呢,没有说你二十四点冲着去 还有呢,以前我如果二十四点冲着去炒东西呢,我就知道了 很多时呢,由于早上呢,它就在那出来出来呢 那就打到你那些,打到你那些,打到很多巴啦 令到你精神也都很好,状态不好啦 那加上呢,你这个资金里面呢,都已经打到,那你已经协了啦 那跟着在夜晚一点才再离开呢,其实基本上呢 就已经没有了你所想要的利润 因为你已经呢,资金就输了下去啦 信心也都输了,那操作也都乱了啦 那所以呢,这个呢,港股呢,就非常的困惑的 那有时我放弃了,下午和夜晚,那不如拿来玩回这个外国市场好过啦 那因为这些外国,去都是跟外国市场的嘛 那所以呢,有时,但是港股呢,其实过往都不是的 二三八点呢,可以在九点十点已经做到的 那现在那些三八点或者四八点呢,要去到一个很长时间里面去做的话呢 那所以呢,其实那些,很难去知道呢 每一段时间里面呢,今天是玩大波幅还是小波幅的嘛 那当然啦,大波幅过后的第二天呢,通常啊 除非你是一些极速反弹,几天的一些大急速的市 那可能,或者这个下跌,升了很久,那再上山 那当然,做回一个下海,大下海,或者大上山的 否则的话呢,通常呢,如果做了一个大波幅的日呢 第二天呢,通常呢,波幅都是比较,比较,比较,比较少少的 那所以,唯有这些啦,就是经验啦 那网友叫我分享多些,那说完一些不同的 新闻,或者是资讯之后呢,那每天都可以说多一点 那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多一点一点 一些不同的炒卖的一些不同的经验啦 和一些不同的看法啦 那说回来,那其实呢,因为美股呢,就比较 那暂时性的,牛在那里呢,升上去就回少少 那但是呢,那可能的,仍然呢,是中住呢 那看着上面呢,那看下会不会 中多高少少,才回呢 因为暂时都仍是向上去,幅度呢,就会大少少 因为一些是卡洞位,可以这么说 那港股方面呢,那现在去到一个极地的关键啦 那如果去回穿低位的,那大家不用想啦 那继续破身低啦,那如果 那顶得住呢,暂时的牛在那里呢 那要等一个导火线的时间呢,才开播 那所以呢,那港股就很差 所以,鸣鸣跌来说的是我弱行的 那些鸣鸣跌市呢,就不是我杯茶 那那蛋球在市场里面呢,找回我100点就算了 那因为,每日的机会呢,太多 那也都呢,我进行一些古顶古底游戏呢 那大家也都看到啦,所有大行,财演都是,都是,效果不好 那所以呢,于其是这样的,不如每日呢,能够希望呢,大家可以在那里 那你能够用多少雪糕,多少蛋糕去吃呢,那吃够自己的口就算了 不要想整个蛋糕去拿回来呢,据为有 好,那今天也都去到那里了,没什么特别的新闻 或者这个资讯啦,那多谢大家收听 那记得支持我们六部曲,订阅,星期二得道日报和新闻集团 那做齐六部曲之余呢,参加Patreon 那也都,得空点赞我道心炒股啦,多谢大家,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可能也會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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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本台這條連結